我真的覺得抖音有點像是毒品 它不斷給你大量刺激 假設今天一張A4的紙 上面寫了500個字 一般正常人10分鐘內看了一遍 可以記得8成內容 長期使用抖音的大腦 可能只能記得4成或者是5成的內容 解決辦法最後可能還是得回到自己 使用抖音會變笨 這個說法已經持續了好幾年 那我絕對不會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出來說這件事情的頻道 那如今已經有這麼多人說 使用抖音會變笨 我為什麼還在這裡拍影片呢 第一個原因 當然是想跟大家講鬼故事嘛 為什麼使用抖音會變笨 前後的物理反應我跟大家聊聊 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身邊真實碰到的案例 真的是很有說服力的案例 其實抖音剛開始流行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沒有跟上的 沒有第一時間跟上的 因為工作嘛 就是整天在拍片 而且我又是一個喜歡ACG人 所以我並沒有第一時間 投入抖音的懷抱 我更多看的是YouTube 巴拉姆特斯網費影集這類的 當我注意到抖音的魔力的時候 已經是 大街的小巷 大家都在用的時候了 那為了融入我們的社會環境 更多的是 為了讓自己的頻道有競爭力 我就開始逼自己 每天要花30分鐘看抖音 那必須說看抖音 真的會有負面的影響 我本身的頭腦就不怎麼好了 再看抖音 哇慘 這應該算一種職災吧 重要的是 使用抖音之後 它會用什麼方式影響我們呢 接下來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來自美國西密西根大學 以及貴州財經大學 兩所大學一起做的研究報告 關於這個報告 並沒有直接找到原始的文獻 則是看到許多家媒體轉述 其中我覺得大家比較熟悉 而且比較有權威性的品牌 應該是華爾街日報 其中一位科技與生活專欄的作家 Julie Dragon 也引用了這篇研究報告 那我想可信度應該就非常的高了 那這個報告內容指出啊 如果你長時間使用抖音啊 你的大腦會從物理層面被改造 好可怕呀 那抖音到底是怎麼做到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先從根本了解 我們大腦有一個部分叫做中腦 這個中腦會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就是 哈嘻哈嘻哈嘻 多巴胺就是快樂的激素 中腦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時候 會分泌多巴胺 把它送到我們的前後帶回 這個系統流程一完成 我們會覺得無比的快樂 啊這個特定條件指的是什麼 可能是你完成一個很激烈的任務 或是你吃了很好吃的東西 或者是你抽卡抽你想要的卡 給我彈刀 彈刀 彈 彈 彈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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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時候我們的大腦都會分泌多巴胺 讓我們感到無比的快樂 那抖音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他的演算法太成熟 知道你想看什麼 會不斷push東西給你 啊你就一直看到你喜歡的影片 你就會不斷的看下去 看下去 那這個動作重複運作的時候呢 哇你的中腦就很忙啊 一直分泌多巴胺給你 抖音就是現在的 啊 多巴胺炸之機 光是聽就很恐怖對吧 那這個概念跟什麼一樣 就像我們男生不斷靠出情一樣 靠多了你會慎虛 一樣 到了我們大腦也是 如果大腦一直不斷的分泌多巴胺給你 久了齁 人 他會變得非常的不容易滿足 甚至容易產生情緒低落的感覺 怎麼會產生情緒低落呢 你可能看了半個小時 影片爽爽爽爽關掉之後呢 你的大腦還存在那種亢奮狀態 你沒辦法馬上提供娛樂給他 他那個反作用力就很強 所以人就很容易陷入那個情緒低潮 其實這樣聽下來 我真的覺得抖音他有點像是毒品 概念很像嘛 他不斷給你大量刺激 你一戒掉一停止使用 你就會無比的空虛感襲來 這就是抖音恐怖的地方 但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東西也很恐怖 只是新聞媒體比較少講而已 那就是你的視覺短期記憶力可能會受損 這個視覺短期記憶力就是我們在看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在圖像的識別度以及記憶性 這個能力最具體的使用就是看書啦 我們在閱讀文字的時候 對這個短時間訊息他的記憶量 假設今天一張A4的紙上面寫了500個字 一般正常人10分鐘內看了一遍 可以記得八成內容 可如果你是長期使用抖音的人 因為你的訊息轟炸速度太快了 你的大腦已經養成那個快速過濾訊的習慣 所以一樣的條件 再閱讀一遍 長期使用抖音的大腦可能只能記得四成 或者是五成的內容 這個影響力是非常可怕的 這個報告來自2021年第四屆 人文教育與社會科學國際學術會議 看起來非常的高大上對不對 我就覺得這個訊息有必要share出去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跟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恐怖故事 我有位親戚喔 他本身是有閱讀習慣的 會看報紙會看書 是個滿腦充滿智慧的人 可是自從他開始使用手機之後 先是看Line的影片嘛 其實Line的影片也大部分都是從抖音那邊轉過來的 之後他再到他自己看抖音 這樣一來一往其實沒有很久 好像只持續了兩年 我發現我這位親戚 他再也不看報紙 甚至也不看書了 而且我能夠很明顯感覺到 他的耐性也沒有以前好 我不知道這跟他年紀大退化有沒有關係 可是他以前會閱讀習慣 確實被抖音取代了 他在抖音上都看一些很奇怪的 醫學科學類的影片 這些影片都傳授一些不倫不類的知識 比如說一天要吃多少顆檸檬才會長壽 人不能吃鹽否則會沒命喔 都是看似科學 其實是玄學的離譜東西 欸不對喔 說他是玄學 對玄學還是這種侮辱 那我覺得這是個很重的警訊 連成熟的一位大人 他都會被抖音影響到這種程度 更何況是設施衛生的人 說到這裡一定會有留言說 還好我從來不使用抖音 其實也不用說到這裡吧 我敢說留言區 或是影片有人光是看到標題 就進來留言 我從來不使用抖音 你好棒 那既然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的證據 擺在我們面前 證明使用抖音真的對人腦不好 那麼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夠避免自己一直被人家壓榨 多巴胺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 這個太極端了 解決辦法最後可能還是得回到自己啦 就是想辦法提升自己的意志力吧 抵抗這類的誘惑 最後好像只能這樣 因為想靠限制的話是沒有幫助 大家都是聰明人 你不讓我用我一定找到辦法用 那成年人大腦已經發育完全了 真的只能做好自己的管理 你不能依賴任何人或其他外在因素 至於小朋友那裡只能讓父母多花些心思啊 參與小朋友的話題 然後陪他看一下 旁邊指點一下 就是說這東西不要一直看 我說今天看得差不多了 我們換別的東西 好像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最後請原諒我講一些比較假白的話 我覺得用興趣跟使用的軟體 來區分人的貴賤 是很狹隘的一件事 因為這些東西 只會反映一個人的單一面向 人才沒那麼單純 抖音當然也有很棒的創作者 也有喜歡看長影片的觀眾 那肯定的Youtube也有低能的創作者 喜歡看短片的觀眾 與情與理啊 都不用特別去diss抖音 或是用才藝捧業方式獲得優越感 真的遇到中毒的人 請多花點耐心慢慢的引導他 而如果講道理 對方還是不相信看抖音真的有傷腦袋的話 那算了 我想這個人有沒有看抖音都沒差了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 請問來 詞表達小工作人員 如果你要溜濟地 請問來 請問來 請問相關